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2021年5月9日 也是我们母亲节的一个特别的主日 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情 那么来参加由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样子的一个圣日 我们的主日礼拜即将开始 我们想透过今天的主日礼拜 也来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我们的主日礼拜即将开始 那么我们也邀请线上的所有的听众 所有的观众也能够预备你的心情 一起来进入这前进的敬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从座位上起立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同在里面 神的爱中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 祂是住在我们里面的 也是每天供应我们一切的神 我在远处妄想 我在远处妄想 家的门口 你在路的尽头 等待着我 满山浪梅的我 你请问我 陪你挂念的我不再失落 你借那我 回你家中 有谁比你爱我 你拥抱我 在远处妄想 你永远不放松 我在远处妄想 家的门口 你在路的尽头 等待着我 等待着我 满山浪梅的我 你请问我 被你挂念的我不再失落 你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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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这样 沉浸在你的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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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中 你永远不放手 祝你接纳我 你接纳我 为你假装 有谁命定 你爱我 你拥抱我 在你怀中 你永远不放手 你拥抱我 回你家中 有谁比你爱我 你拥抱我 在你怀中 你永远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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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分享你的脸中 让咱们永远在我心中 没造成我的万幸歌手 是我生命的时刻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痛在里 在你周见屈膝 在你的天中享受数天安息 在这小岛 家是天堂 有一天会住在 你店中看到我 在你家前敬拜 藏我在 你是吗 的隐秘处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是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是有神的家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是我的弟兄姐妹 我也是你的兄弟姐妹 在这个母亲节的季节里面 我们都是神家中的孩子 男妹 分享你的脸中 让咱们永远在我心中 没造成我的万幸歌手 是我生命的时刻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痛在里 在你周见屈膝 在你的天中享受数天安息 在这小岛 家是天堂 有一天会住在 你店中看到我 在你脚前敬拜 藏我在 你是吗 的隐秘处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耶稣 是我的地方 耶稣 是我的地方 耶稣 是我的地方 耶稣 耶稣 我要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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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你的痛在里 在你周见屈膝 在你的眼中享受数天安息 在你周见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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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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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们拍手将冗药 给给我们屈膝的神 因为祂是 呼应我们家的神 阿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在今天早上 我们已经完全得胜 在耶稣里面 我们完全得胜 所以主我们要说 今天早上 当我们在祢的家中敬拜 我们要说我们是胜过全世界的 祝祢胜过全世界 所以当我们敬拜祢的时候 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心要兴起 主我们的信心要燃起 我们的赞美声音要通达到祢的宝座前 我们敬拜祢 一起拍摄好吗 一起来唱我能胜过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城市已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先相信 我必能登上 一起来宣告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城市已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起初的能找回 为主放光 超越黑暗的世界 主我们宣告当我们说 我们能胜过这世界的时候 你现在来挪抑我们心中 一切的恐惧 胆战心惊 一切的怀疑 主你都要挪去 因为你说在我们世里面的平安 比这世界的一切更大 我们敬拜你 一起来唱我能胜过 我能胜过这世界 营养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因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 哈利路亚 高知主的神经期 耶稣基督是万万之万 哈利路亚 心记住的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当我们在唱我有能力胜过 这世界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个不同的语言 所以当我们来唱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宣告 我能力胜过这世界 一起来宣告 哈利路亚 高知主的神经期 耶稣基督是万万之万 哈利路亚 心记住的能教会 为主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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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亮黑暗的世界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阿们 我们用掌声来宣告我们的信心 主我们宣告 你不只是要我们成为基督徒而已 你是要我们成为 发亮在这个世界上的 那个光和那个盐 我们敬拜你 我们敬畏你 是那个让我们照亮这个黑暗世界的 主你使我们站在 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上 要来为你征战 一切不公义的事情 当渐渐增多的时候 主你的公义要彰显在这个世界 当这个世界渐渐充满 不公平 不平安的事情的时候 主你的平安要来胜过这世界 一切靠谎 又一个家 却依害怕 盼望挣扎 直到遇见你 心里你 带领我 进入你一世之地 一直渴望 一切靠谎 又一个家 却依害怕 彷徨着站 直到 遇见你 经历你 带领我 进入你一世之地 You fight for me 分战到底 太奇妙 太彻底 你还用无知情 无知情 无知情 就算世界 分崩离心 我能要抗拒你 你就是我的生命 主 主你是为我们 征战的主 耶稣的征战 已经为我们 得到完全的胜利 一起来唱 在你怀里 找到安心 不太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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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逃离 我生命 我生命 You fight for me 不太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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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生命 不太恐惧 你就是我的生命 永返风凝 分尘到底 太奇妙 太设定 你爱永无止境 无止境就算世界 分崩离心 我仍要告知你 你就是我的圣灵 你是我的圣灵 我仍要告知你 在今天早上 我们要发出一个宣告 神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主 祂不是要我们决志信主而已 祂是要我们征战得胜 所以在今天早上 主我们特别为一些人来祷告 说主 祂是使我们关系恢复的主 祂是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 特别在关系当中 现在呈现在一个死亡的状态 可能已经觉得没有救了 可能已经觉得不再有任何新的改变了 主我们宣告 祂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主 我们宣告 祂是使我们复活的主 在今天早上 让祢那个征战得胜的复活大能 放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主 当我们为这些关系恢复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宣告 祂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主 祂是为我们征战的那一位 祂在十字架上的大能 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一切 在今天早上 如果在我们的当中 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人 我们一起向神高高的举起手 说主 我需要你 主我可慕你 主我敬畏你 主我已宣告你是使我们得胜的主 主我们在为你 我们特别来向你求 主现在 就是现在让你复必的大能 让你复活的大能 复必在我们的身上 那个复活的大能 现在来充满我们 你圣灵的大能 现在来充满我们 祂在十字架上的主 我复活的军王 我一生都要仰望 你的指甲 我全心感谢你 使我回到你的家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 如果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向神高高的举起 我们的双手说 我们一生都要仰望十字架 我们一生都要仰望 那个复活的大能 我们一生都要仰望主耶稣 You fight for us You fight for us You fight for us 手心放手边上 我复活的军王 我一生都要仰望 你的指甲 我全心感谢你 是我回到你的家 是的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你为我们争战 在你的里面 我们得安息 主啊 我们希望这个约会 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 你为我们争战 在我们的家庭里 在我们的关系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里 主啊 感谢你 主 我们感谢你 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里 母亲节 主 我们知道当你与我们同在 没有事情可以拦阻我们 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隔绝我们与你的爱 哈利路亚 主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请坐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周报 那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一点 5月23号呢 我们会邀请林大卫弟兄 我们的大会哥 来担任我们的主日的特别讲员 那接下来呢 就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的 这个课程呢 下一堂课呢 是在礼拜五的5月14号晚上7点半 然后这礼拜呢 是暂停的 所以下一次的周日的课程是在5月23号下午的一点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跟主一起祷告 第二点呢 接下来是成光教会有每日成光的这个读经的这个分享 那就让我们一起持续的来跟着这今年的这个读经的进度 那这个课程呢 那这个线上的这个app呢 会是到5月23号 那我们每日都来经历神的这个恩典跟话语 接下来是第三点呢 是小小主日学的夏令玲 主题是爱在夏天 那到6月5号前呢 有我们的这个早鸟架 那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啦 那细节呢 大家可以看周报 或者是我们的公布栏都有这个夏令玲的说明 接下来呢 是第四点呢 是主日学的大能的勇士夏令玲 那欢迎国小一到六年级的儿童呢 那我们希望呢 在6月13号 大家能够提早的来报名 可以一样可以享有我们的这个早鸟叫的优惠 接下来有两点呢 是不在周报上的 大家可以听我这边来说 应该有投影片 就是有一个圣经朗诵节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呢 是可以录影的 然后可以上传到就是他的这个报名的地方 那不管你是儿童啊 或者是成人 还有是团体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去报名这个圣经朗诵的比赛 那报名的时间是到5月底 那可以上网搜寻香港圣经朗诵节 或者是找我们的陈克希弟兄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这个圣经朗诵的问题 我们一样可以来请教他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今天呢 是母亲节 所以在主日结束后 如果是每一个家庭呢 你们想要留影和念的时候呢 可以就是结束后 就是到讲台这边 会有专人为每个小家庭 来做这个摄影的动作 接下来呢 我们就欢迎今天的小朋友 我们大家去拍照 欢迎他们 Amen Amen 今天小孩子都准备唱歌 然后我问一下 为什么今天唱歌 今天有没有特别的一个日子 有 有什么的 母亲节 母亲节 然后我们就祝福所有的妈妈们 用这一首歌祝福妈妈们 那妈妈们做什么 你们看 你看在街面的妈妈们做什么 拍照 他们都拍照 哇 他们都拍照 明天再看 后天再看 Amen Amen 幻是属于我一路同行 无疆伤 凡是属于属地人 多强壮 我是属丫 青草地 青水泡 幻是 幻是有属于我同行 黑暗夜 不凄去 义不义 不随属心 注定我到今早里 爱写在洗嘴巴 幻是属于我一路同行 无疆伤 万是属于属地人 多强壮 我是属丫 我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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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常乡 凡是树与树的羊 都将抓 我是树丫 是树丫 下一首是《幸福甜甜圈》 这首歌非常轻快活泼 而且歌词的内容非常有意义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大人们 愿意一起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跟着他们一起唱 这首歌我觉得有世代传承的那种感觉 非常棒的一首歌 很年轻的歌 葡萄 4 5 7 4 5 那么 2 ava Another 3 6 需 6 7 6 2 8 3 拥抱我就想 能一直听你说 你爱我 只想 来着你撒娇之下 逗你哈哈笑就想 要一起开心 每分每秒 你的爱 背着我 手牵手 是谁吗 有你在我的身边 是我幸福的起点 听我说说心里的小世界 我要围在你身边 做个幸福甜甜圈 爱的感谢 慢慢将你包围 对吧 孩子 你是我宝贝永远 永远不改变你的 来到是我最美的心愿 就让你来着撒娇小熟 我们哈哈笑一起 祝快乐的家 爱的神 先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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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敲手 握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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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追梦 走 我让我在你身边 听你幸福到永远 听你说说心里的小世界 你能够在我身边 听你幸福到永远 你幸福到永远 小世界 我要围在你身边 做个幸福甜甜甜 爱的感谢 慢慢将你包围 就让我在你身边 一起幸福到永远 听你说说心里的小世界 陪你现在每一天 不能以后的遥远 甜蜜童话 现在真实上演 甜蜜童话 永远不改天 很棒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棒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渐渐长大了 比以前唱得更大声了 也可以到前面去做一些动作 然后又回来位子 你知道当我今天看到这些孩子们 神提醒我就是 这个时间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从负的0.9 0.9 等一下这样为什么 0.9 一直到差不多10岁11岁 负的0.9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在母父礼的时候 从那个时间点开始 我们就要教育我们的孩子 是吗 那他们在母父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爱他们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 当你们今天看着他们 那你们就想到30年之后 你们可能还会觉得 看起来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我想要说的就是在我们的性格 就是我们的个性就是在很小的年纪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养成了 所以对所有的母亲来说 你们做得很棒 我们就不好意思 给妈妈们一下好不好 我们邀请所有的母亲 还有所有的属灵妈妈们站起来 你只要是母亲或者你是属灵的妈妈 属灵的母亲都可以请你站起来 那这些孩子们想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因为上次我们说 当我们领受恩膏 我们也会闻起来很香 是吗 那人们会很喜欢在我们的周围 所以我们今天要送你们一个礼物 会让你闻起来香香的 那小朋友们就请你拿着这个礼物 然后送给妈妈们 不一定要是你的妈妈 就是在位置上站立起来的这些妈妈们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孩子 你也是一个母亲 你是属灵的妈妈 也邀请你一起站起来 就看看你的周围 如果还有妈妈们还没有站起来的 你就鼓励她站起来 请你站起来来领受你的礼物 我来领受 还要买虾 有料送我了吗 有料送我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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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 闻起来很香 我看到那个香皂是从欧洲来的 所以那个香味对我来说很熟悉 那稍后我们还会对妈妈有一次的祝福 那首先呢我们让孩子先回去 因为孩子今天有一个很棒的活动 现在我们来收奉献 透过我们的奉献将荣耀归给神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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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要告知你 你就是我的生命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祷告你会建造你的教会 透过你的话语 今天来对我们说话 你来建造你的家庭 奉耶稣的名 你打开你的周报第二页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标题 为下个世代预备 让我们再一起读一次 为下个世代预备 第三次 为下个世代预备 我们有想要为下个世代预备吗 或者是对我们教会来说 我们有在这样子做吗 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敬拜 我不是在比较敬拜团 每一个敬拜团都很棒 今天就刚好是这个青年的世代站立在这里 就像我们的鼓手他只有国中一年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为下个世代预备 他们有很棒的乐器 我们去年才刚买了一组新的鼓 是一个很棒的鼓 是最好当中的一组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说 因为这个就是在为下个世代预备 是吗 那同时呢我们也训练他们 我们也倾听他们 有一些事情他们做得比我们还要好 比如说他们的声音就比我好很多 我们就鼓励他们 所以我们想要为我们下个世代预备这样子的环境 如果你今天是妈妈 或者是爸爸 我想你有领受到这个对你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 但是我会告诉你你是 因为我们可以都是属灵的父母亲 就选一个青少年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预备一些东西 这样子你就成为属灵的父母了 那你的生命就有很深的意义 因为你为下一个世代预备 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的孩子 今天也是很好的时间 你可以默想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想说 你必须要在下个世代当中满足你自己的想法 而是要想想说 神要在下个世代做什么事 那我们今天会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大卫王跟他儿子 所罗门的榜样 那你会说 这里面没有妈妈 但是这个就是身为父母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历代词上22章 那在历代词呢 我们看到的是南国的历史 那里面有一些段落呢 会很像撒姆尔记或者是猎王记 但是呢这卷书是在比较后来的时候写的 那就可以看到那样子的 有一个族谱 就是从大卫王一直到前面到耶稣那里 就是说就是从大卫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有耶稣 那耶稣是大卫王的后代 那历代词呢 就是记录的一段很长的时间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词上22章的前面的五节 但是呢在中文的翻译呢 它的经节的次序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因为呢在古早时候的这个经文 它是没有写上经节次的 所以不要被搞混了 那听英文的耳朵呢 那台湾人的耳朵呢 就是我会把那个对照的中文的经节的节次跟大家说 我们试试看哦 历代词上21章31节 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 为以色列人献凡祭的坛 那大卫呢买了一块地 是一个很棒的地 那对教会来说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有一块很好的地 还没但是可能也许有一天 要为这件事祷告 那大卫呢买了一块合场的地 那在合场呢我们就是要把那个 谷物的壳跟谷粒分出来的地方 你就是拿了那个搏击的那个叉子 你就把那个谷物呢往上这样子丢 那风来了 就会把那个好的跟坏的分开 那这真的是一个很棒 很棒可以建造圣殿的地方 因为呢这个圣殿是为了要建造有神的同在 当那里有神的同在 就会来吸引想要寻求神的人 那那些拒绝神的人就不会想要在那里 那大卫买了那一块地 他自己并没有建造圣殿 而是他为了他的儿子预备 第二十二章第一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 从其中派石匠找石头 要建造神的殿 有一个观点你可以说 哇他让外邦人做这个劳苦的工作 但是我是从另外的一个观点来看的 那在那个时代呢 就已经有一个国际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在建造神的圣殿 就是好像在说 不单单是只有以色列人 是每一个人都帮忙 每一个人都被包括在其中了 要来为神建造他的殿 让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四节 请大卫预备许多铁 坐门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许多铜 多得无法可乘 又预备无数的香薄木 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 给大卫运了许多香薄木来 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 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 必须高大辉煌 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 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 于是大卫在为死之先 预备的材料甚多 母亲节 要来想想 这是让人觉得很惊讶的 父母亲这个世代 为孩子的那个世代来预备 为什么 因为所罗门他还没有这样子的连接 如果这些木头 还有这些钉子 打这些铁 还有这些铜 还有这些金子 那从哪里来呢 他没有那些的 跟其他人有这样子的连接 但是大卫是有连接的 他认识那些 就是邻国的王 那在他的生命当中呢 他很看重这些关系 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 就试着想想看看 如果我把我的牧师的职位 传承给下一代 哇 那就已经有一个 两百个人的教会了 他就不用像我这样子的辛苦了 当我第三个聚会的时候 二十年前 我记得那一次就只有三个人 我就想说 主啊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让我的教会有多一点的人呢 那我必须还要回去德国 还要让那些同工来 负责那个聚会 然后我就还要再打电话 问他们说 怎么样呢 事情敬起的怎么样 他们说很棒啊 有一个人带敬拜 有一个人弹钢琴 有一个人放头影片 但是牧师我们就只有这三个人而已 所以没有人坐在椅子上 他说好 没关系 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嘛 但是一步一步的 神就赐恩典给我们 让这个教会成长 这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吗 我们彼此认识 我们彼此信任 我们想要一起同行 然后你会带朋友来 然后你也建立你的关系 你的朋友开始信任你 我们就聚集在一起 那现在我们有一群很棒的人 可以一起敬拜 可以一起服侍 要来一起做神的工 这个就是一个预备的工作 那身为父母也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很多事情都已经预备好了 那这个就是大卫所做的 那这里他有说 我的孩子还年幼 他应该要建造这个圣殿 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神不要让我建造 因为神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世代 可以跟他同行 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错过一些事情 但是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做了预备 你就只要这样子做 下一个世代就会继续了 不是为了要满足你的梦想 而是要来满足神的意向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 但是下一步也是很重要的 我接下来这边是说 一个面对面 优质的分享时间 首先面对面 意思不是说这样子的面对面 而是这样子的面对面 好吗 然后接着说优质的时间 你有没有公开卸完 你有没有房间整理完 你要怎么怎么要做 不是像这样子的 是优质的时间 问问说你感觉怎么样 让我来分享 我是这样子的感受 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呢 是有一个很深刻 可以一起分享 好 让我们可以一起同行 让我们来看看 所罗门跟大卫是怎么样 说对话的 让我们来读22章 第六节到第十二节 一起读 请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 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建造电雨 只是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 说你流了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电雨 因为你在我眼前 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电雨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他指着你说的话 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 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 好治理以色列国 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 律例典章 就得亨通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那我想这应该是一个 很棒的对话 首先 大卫敞开他的心 很诚实的 那同时呢 他也有承认了一些他的软弱 我是这么想要为神建造店 但是神却说不 可能是因为我流了太多人的血了 或者是我的生命不够纯净 所以他就是分享他的心意 他也分享了他的软弱 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梦想 接着他说 所罗门我的儿子 他说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要刚强壮胆 你可以做的 他不是说 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做 就是我跟你怎么说 你就要怎么做 不是的 他预备 但是呢 他也释放他 要信任你的孩子 你会说 我的孩子 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也没有办法 整理他的房间 在家里他们也不帮忙 这样子等等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就想想你自己小时候 我小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我记得 我记得我从学校回来 我根本就不想写功课 我就很大声的门关起来 要把门锁起来 我就趴在我的床上 然后我就哭了 我就哭着跟我妈说 你不要进来 我不想要写功课 我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这样子 我的房间总是很乱 因为就很像一个工作室一样 因为我会在里面做东西 我以前做木工 我就是做木工的 所以到处都是灰尘 我妈妈很有耐心 她会说至少她有用手 在做一些东西 但是当我看我自己小时候 我也很不成熟 我也是必须要成长 有时候我的父母亲 没有信任我 但是我知道 当我遇到那些 可以信任我的人 我就觉得很好 我觉得那让我 可以再往前进一步 所以你要对你的孩子 有信心 首先把你的信心 放在神那里 那同时也要信任你的孩子 我相信你 总有一天你会做大事 要这样子跟你的孩子 有这样子面对面 说话的时间 学业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 是的 它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学习去赢得孩子的心 要信任他们 为他们预备 最后要委托他们 在13节到第15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我在困难之中 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子十万 他连得 银子一百万 他连得 铜和铁 多得无法可乘 我也预备了 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你有许多匠人 就是石匠 木匠 和一切 能做各样功的巧匠 并有无数的金银 铜铁 你当起来办事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它现在就说 来开始 第18节 请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智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再读一次这一节 请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将耶和华的约会 和供奉神的圣器名 都搬进为耶和华民建造的殿里 那现在呢 就是建造这个圣殿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把约会放在里面 就是神的同在 教养你的孩子的目的 是为了要让神 有一天可以使用他们 要来荣耀祂的名 要住在他们的心里面 所以要建造这样子的圣殿 我们现在想有一个简短的分享 是两个青少年 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所罗门 一个是哲成 另外一个是 千群 请你们两个上台 就想象他们是索罗门 那你们是大卫 这些呢是我们想要信任的孩子们 我们要信任你 我们要说有一天你可以建造很棒的圣殿 不论你需要什么 我们都会为你供应 他是一个吉他手 他还在学习的阶段 但是在青少年里面 他总是弹吉他 我们想要支持你 来鼓励你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 让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哲成 我现在要分享一些 比较感情的事情 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感谢我妈妈 就是在小的时候 她可能就是会带我去写什么地方玩 或者是陪我在我暖楼的时候 她可以一直陪着我 然后 对就是都不会 没有想要陪我的时间 不过好像到了大概 国中还是高中这一阶段 他就 有时候我想要学吉他 然后就 他就带我去一个 算是信义堂的样子 然后在那边 我们就好像 开始在讨论买吉他时间 然后过了几天后 吉他是真的到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来学习 一直学习这吉他 到了现在 就慢慢从不会学到会的 这也是好像是一直他 他有一直以来的陪伴我 一直让我学会 然后 我也是很感谢他 虽然我可能有时候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功课也没有去写 不过他还是很包容我 还是很爱我的 我也要在这边住 天下的各个爸爸妈妈们 妈妈们 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对 谢谢 我们请妈妈起来一下 我们也是 鼓励她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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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千玄 我要对我妈妈说一些感性的话 就是从小她就是自己抚养我还有妹妹 然后就是很辛苦 在我们就是一直在会从台北 然后又到台南 又到花莲 很多地方 然后她都为我们很辛苦的工作 然后常常就是很心疼她工作到身体都很不舒服 然后因此身体去开导 所以就觉得她真的很为我们付出很多 然后常常在工作上面跟同事或是其他人有些争吵 或是发生不好的事情 然后很多情绪都会带到家里 然后会因为这样然后就会跟她吵架 然后常常就要这样子 就是要维持一些不好的关系一段时间 然后就会很烦恼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就觉得她很辛苦 是她又没有办法就是只能自己一个人抚养我们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主动去找她讲话 就是希望可以跟她和好 然后可以一起有好的关系 然后常常就是因为我会跟神祷告 所以祷告完之后就跟她说一些我想法 然后她也会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口气比较重 所以就会跟我道歉 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比较好 然后我就很感谢神可以妈妈让我来到教会 然后这里的很多青少年都会跟我很好 然后就真的很感谢她为我做的一切 然后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爱你 我们也鼓励妈妈一下 你不要站起来一下 妈咪 是很棒的分享 那现在我们邀请所有的妈妈们到前面来 我们要为你们祷告 所以邀请所有的妈妈们 站立然后到前面来 带着 看看右边 左边 左边 右边的妈妈们都把她带来到前面 就很勇敢地到前面来 我们要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不一定要只有一排 就是可以有一些空间 很棒 在我们要做这之前呢 我们要再分开一点 因为 如果你的孩子在这里 要让孩子有空间可以跟妈妈站在一起 折承来 你找到你的妈妈 或者是阿嬷 或者是阿嬷 如果孩子们在这里的话 就请你来站在你妈妈的旁边 我们这里还有三代 有三个世代 还有没有人有三个世代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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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三个世代 完美 好 OK 很好 我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得到启发 首先妈妈们很重要 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谢谢你 在所有的孩子当中 谢谢你们 那你们也持续地在为他们预备 那现在很重要的就是 面对面的分享 就是优质的分享时间 那他们会长大成为成人 在很多的领域当中 他们会比你好 特别就是 你要安装那些应用程式的时候 你会就把手机给他说 你可以帮我弄吗 有时候呢 在他们的性格上面 你会在他们当中看到美好的事 要喜乐 要感恩 要持续地跟他们 有这样子的优质的时间 接着要委托他们 要来建造圣殿 要来建造这个神 可以居住的地方 主啊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来祷告 让这些祝福都临到母亲们 还有家庭当中 主啊他们要知道 要来为下个世代预备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敬拜团 20年前他们还没有在这里呢 那十年前他们还是 主日学里面的小朋友 现在他们在敬拜团当中带领我们 主啊感谢你 主啊当我们为下个世代 预备的时候 让我们学习同行 要来彼此遮盖 就算我们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我们喜欢的事情不一样 但是主啊我们要一起同行 彼此学习 彼此了解 不单单只是两个世代 甚至三个世代 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 你的祝福不会离开我们 而是越来越丰盛 今天我们要来祝福所有的母亲们 要来医治他们的心 让主的喜乐成为他们的力量 奉耶稣的名 Amen 所以鼓励他们一下 谢谢 你们可以回座 还有十分钟的鼓励的话 要对你们说 需要白板 在聚会结束之后 如果你们家想要拍照 要请你们到前面来 我们要这样子做 是因为新冠肺炎 之前我们本来想说 要拍大合照 但是后来就决定 不这么做了 因为我们要 就是要遵守那个规定 但是如果呢 聚会结束之后 你想要有家庭的照片 你就可以到前面来 好 妈妈们 第三个祝福来咯 第一个是孩子们的合唱 还有香噪 第二个就是刚刚那个祷告 但现在我要用一节经文来祝福你们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请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那这里有一个字是我想要说的 就是转化 当我们转向神 真实地转向神 转向神的意思就是说 看着祂 对祂敞开你的心 要对神诚实 神说就会有转化 那那个字在希腊文就是这样子说的 那当中也有一些人也知道 那个字就是在形容 就是从毛毛虫转化成蝴蝶 那一只毛毛虫 是有限的 对吗 它总是只能在地上 那毛毛虫是快的还是慢的 快的还是慢的 一 二 三 慢的 OK 它吃得多吗 它实际上吃很多 但是可能为什么它会那么慢 因为它想要多吃一点 因为它想要变快一点 因为它想要多更多 但是它却是有限的 那这可能可以把它比造成我们 就是生命当中刚开始的那样子的一个阶段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总会想要更多 有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想要有更多的确信 因为我们有恐惧 可能有不足够的金钱 或者是人们不喜欢我 可能我没有工作 诸如此类的 所以我会想要我的生命是有更多的确信 因为我有恐惧 因为我把我自己放在中心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阶段称为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但是当我们有了足够的这样子的确定之后 那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那这时候我们想要什么 就是更多的乐趣 那这样子呢 就是有一些比较不确定性的 这我们可以去潜水 我们可以从瀑布上跳下去 就是做一些比较刺激的事情 这是好的 但是时间持续太久 我们就觉得没有乐趣 那所以我们想要更多 我们就进入到这种比较有变化的 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就是为了要找寻意义 我们想要有名声 就是有价值 让别人尊敬我们 好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某个大人物 那实际上呢这个阶段呢 都是在毛毛虫的阶段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受限制了 所以我们需要突破 要突破这个阶段 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毛毛虫要怎么做才能成为蝴蝶 他需要先死去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讯息 要向我们自己死 要向着这个确定性死 要向这个不确定死去 要对这样子的意义死去 当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也是没关系的 那接着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阶段 那这个毛毛虫死了 但是在里面呢 新的事物成长了 那就是有一个内在的成长 内在的成长 当我们想要向外伸展的时候 那在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往更内里去 就是这个内里的成长 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 我们要从我们的创造者那边来学习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从神那里聆听 我们想要真实地认识自己 当我们不再把 当我们不再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定睛在神的身上 主啊 你怎么想呢 告诉我我是谁 告诉我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以神为中心了 神爱我们 对吗 那为什么我们要爱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 是一个给予的人 当你教育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帮助别人 你就不再想关于自己了 是不是有安全 是不是有变化 是不是有意义 那现在你是从内里成长的 我们想要有所贡献 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跟随神 你知道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祂总是怎么说 祂创造之后 祂都会说 这一切 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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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好的 那意思并不是说 我们不是罪人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不完美 但是当我们将生命给神 神看着我们 祂是喜悦的 祂说 祂说 祂说一切都甚好 是好的 你成为一个人 就是你 就是你成为你原本的样子 如果你可以达到这个阶段 你知道你是谁 母亲们 你不需要比较 你是很棒的 要回来 这有一个希腊的神话故事 是叫做奥德塞 为什么我会想要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当我们要寻找这个真理 就算我们用不同的观点 那最后呢 如果我们找到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神 那这个作者叫做河马 他写了这部史诗奥德塞 那这个奥德塞呢 他是伊萨卡岛的这个王 那他呢就是离开这个岛呢 去跟特洛伊打仗 那他们赢得了这个仗 就是那个特洛伊木马的那个故事 那后来呢他要想要回到伊萨卡岛 但是是一个很长的旅途 他花了十年的时间 那在这个旅途当中呢 有很多的诱惑 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透过这段时间他改变了 他变得更成熟了 非常的成熟 最后呢他就回到家 回到他妻子的身边 回到他儿子的身边 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变老了 也更成熟了 是一个很不一样很棒的人 这个就是回家 那今天我们唱一首歌 神接纳我 会到他家中 对不对 会到他家中 神接纳我们 带我们回家 如果你想想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是一趟回家 你离开伊萨卡岛 你觉得你好像可以得到更多 得到更多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最后会达到一个转化的这个点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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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当中有一个人 可以抓到这个重点 就很棒 就是转化 从自我为中心 转化成为以神为中心 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都有谈到 没有困难 而是机会 没有忧虑 只有 我忘记了 没有忧虑 他是有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这个浪子离开家 因为他以为外面的世界比较好 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知道在家里是最好的 什么改变了 外在没有改变 是内里改变了 如果你现在看到你的外在环境 就是让你不高兴的 可能是我的关系 不是我的丈夫赚不够多 我们车子不好 我们也没有去度假 就是很多的抱怨 这些都是外在的 如果你在里面改变了 你可能会说 我有一个好的生活 但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你需要这样子的旅程 就是你要离开 然后有一天你回来 你就会了解 我成长 我转化 每一件事情都不再一样了 要记得大卫临终的话语 给他的儿子 我们就来读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 《猎王记》上二章二节到五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猎王记》上二章二到五节 请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当刚强座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 典章 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拘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 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你知道喜卢亚的儿子 约亚向我所行的 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尼尔 好 我们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想要把焦点放在 就是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 我为你预备了这一些 那现在就是下一个时代 下一个时代要做的 如果你跟随主 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的儿子会建造圣殿 你的儿子会在这个宝座上 就是一代接续着一代 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 所以一起跟这些妈妈们 我们来祷告 主啊 愿你的祝福 就留在 留进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 主啊 我们说我们不要再是毛毛虫了 主啊 我们不需要有更多 你已经赐给我们 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需要的 主啊 帮助我们从内里来成长 要来使用我们所拥有的 要来成为独一的 是你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式 主啊 当我们来祝福下一个时代 当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愿意来预备 好 让这些祝福呢 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想要祝福他们 来信任他们 将他们带到你的手里 让你来建造这下一个世代 还有更下一个世代 接着下一个世代 主啊 感谢你 让我们一同站立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行 妈妈们跟孩子们 妈妈妈们跟爸爸们 两三个世代一起 主啊 感谢你 让我们一起来唱 一只渴望 又一个 却已害怕 彷徨挣扎 直到遇见你 经历你 带领我 进入你 须知地 一直渴望 一只渴望 一只渴望 有一个家 却已害怕 彷徨挣扎 我 直到 直到 遇见你 经历你 带领我 进入你去之地 You fight for me 奋战到底 太奇妙 太彻底 你爱永不至极 不至极就算世界 奋战离心 我敢要告知你 你就是我的生命 耶稣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胜利 你是每一个家庭完全的胜利 一起来唱在你的怀里 在你怀里 笑到安心 不再恐惧 不再逃避 你完全 完全接到我 拥抱我 恢复我 完全接近我生命 You fight for me 你爱永不至极 太奇妙 太彻底 你爱永不至极 不至极就算世界 不至极就算世界 分不离心 我仍要告知你 你就是我的生命 祝我们宣告 当你的胜利 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转化要在每一个家庭 当中发生 转化要在每一个生命 当中发生 祝我们宣告 这个得胜 要在每一个家庭里面 彰显出来 You fight for us You fight for us You fight for us 手心烦 手边伤 我复活的君王 我一生都要仰望 你的世界 我全心感谢你 是我会到你的家 我们再来唱一次 宣告神是我们 争战得胜的主 You fight for us You fight for us You fight for us 手心烦 手心烦 手边伤 我复活的君王 我一生都要仰望 你的世界 我全心感谢你 我全心感谢你 是我会到你的家 我全心感谢你 你为了我们的罪 死在十架上 你为我们奋战 好让我们得自由 好让我们得转化 好让我们成为蝴蝶 来享受每一天 在你的同在里 在你的家里 我们所建造的 主啊 感谢你 愿你今天来祝福每一个世代 透过这个母亲节 主啊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转向妈妈们 对她们说 母亲节快乐 你们如果想要有 全家福的照片 可以到前面来